这里有最新的音乐 这里有最热的明星 哈喽我是郭敬 我是陈楚生 我是邵文杰 我是张正月 我是屈兰田 这里还有最独家的爆料 前两天更喜欢我 他吓到突然会跳踢踏舞 我觉得怕穿得太帅了 让别人认出来 这里是蜻蜓明星直播间 不熟的人 那个霸道总裁 对熟的人 公司保洁 是因为你终于得到我了 所以你紧张 希望别给他太大压力 这样的 因为他 大家知道他嘴巴又不会讲话 脑子也反应不过来 那我先去做饭了 你回答吧 没有宝贝 我刚才说过你 其实是跟他说的 你过来 本期蜻蜓明星直播间 到访大咖 电影 不可抗力 是男仆的秘密 主演 王博文 孟锐 还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吗 你以后 只允许在我身边待着 因为你是我的 你可能的随口一说 却成了我一生的信奉 我就想要 现在你朋友 我从小就是写眼的跟班 所以才是久生情吗 当时以为的顺理成章 如今却发生了震荡 你说你不会对我好 嗯 一辈子 曾经梦里的童话 却在一刻 永远破碎 童话故事果然都是骗人的 我不敢难过 只能沉默 我也懂你 不过要挣脱 看你一笑一动 我幸运就得 根据作家兰林同名小说改编 王博文 孟锐 实力出演 不可抗力 知男仆的秘密 让我用一生 去抵抗那一份 世俗的不可抗力 蜻蜓FM明星直播间 本期嘉宾 不可抗力之男仆的秘密主演 王博文 孟锐 我从心爱你 不可抗力 牵你的手走下去 梦醒了你在哪里 梦醒了你在哪里 蜻蜓FM 蜻蜓明星直播间 各位新老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嘉宜 那刚刚从片会当中呢 已经听到了 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 请来的两位嘉宾 他们颜值担当 我相信粉丝 应该都是可以同意的 他们实力演出了一部电影 那现在呢 其实应该已经在 各大的这个线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叫做男 差点说成男仆的秘密 叫什么来着 不可抗力之男仆的秘密 刚刚说话的是谁呢 来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哈喽大家好 我就是在不可抗力当中 饰演小念的歌手演员 王博文 欢迎这个小白 做客直播间 另外一位 大家好 我是在不可抗力中 饰演谢言的孟锐 欢迎两位 做客直播间 孟锐你一直都是这种 就是特别深沉发的吗 这可能我年龄 比他大的原因吧 没有 他是摩羯座 所以有点慢热 我们节目是不能聊星座 可以啊 为什么不能聊 之前不是说不能聊吗 没有啊 是吗 都可以聊 我们节目可开放了 慢热 慢热 土象星座 跟我一样 那你算慢热吗 你不算慢热 我们俩第一次 也有点干是吧 对你超慢的 对 但是还好 一回生两回熟 是不是 对三回干嘛 三回 三回陪你去点血 三回就不能聊了 你知道吧 有些话题还是不能聊 那所以这个孟锐也得来 好几次 我们才能熟悉起来 他是对不熟的人 那个霸道总裁 对熟的人公私保洁 所以他给你熟了 你就可以让他过来 给你打扫卫生 保洁是吧 对对对 这么好呢 这点我先记下来 这个很重要 那所以两位 其实这么看来 跟电影中的角色还很搭 是不是电影中的时候 小白你也是 就是那种特别活份的 你还说你看了 你骗我 我真的 我真的是看了 你就看了六分钟是不是 也没有到六分钟 我还没花钱 我待会告诉你 我看到哪 然后我就实在 就没忍住 我没敢往下继续看 我在节目里 正好跟他平时性格相反 我在那个戏里面 我不说话基本 然后就是特别惨 被他虐的一个男孩 就是他的仆人 我就是男仆 就是男仆的造型 男孩确定吗 那是什么 男人 男生 什么 男生 那所以孟瑞在里面 是和现在性格是一样的吗 倒是没那么 没那么夸张 但是有一点吧 我觉得 有一点 差不多他在里面是那个少爷 我知道 我知道 少爷范儿的 跟我生活中有一点像 所以我觉得两位 可以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整个 你们的这个角色 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在这个整部的电影里面 其实我这个角色 就是因为从小 家境就挺好的 所以大家可能看到了 前六分钟也都知道 那小店是我从孤儿院领回来的 那从小一直陪伴着我 那可能潜移默化的 他我们两个之间就有了一些情愫 然后后来就是在慢慢慢慢的 一些摸索当中 就是我们两个有一些情感上的转变 这样 就是会有转折 对 小白呢 其实我是一个孤儿 然后我每天梦想 就是有一个白马王子能来接我 每天我就看童话故事书这种 看的是长发公主 没有 看的是白雪公主 就是公主类型的 有一个公主梦 好像角色 不是我 我本人没有公主梦 OK 我会把这句剪掉的 他本人也蛮喜欢粉红色之类的 你又开始编 你这个人 我发现你现在就胡编乱造 然后我就是一个特别 内向的一个男生 然后把自己的感情和所有的事情 我都不说出来 藏在心里 就隐忍的一个角色 很惨 然后呢 因为我是被收养的嘛 所以我每天生活上也特别拘谨 然后也不敢说什么 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小的时候就把我当成他的狗 因为他们家以前养了一个狗 叫爱丽丝 然后那个狗死了 他就觉得应该找一个人在陪伴他 结果就把我这个王金狗给收家里去了 其实你说你多幸运 我当你的狗我都说幸运 所以狗哥是这么出来的是吧 因为我在看你们的那个粉丝 在跟你们留言 在跟你们互动的时候 经常会叫狗哥 是叫谁啊 叫我 叫你啊 因为我属狗 不是不是 我之前就有这个 我属狗鸡牛座 然后姓王嘛 王金狗 你叫什么 我 你觉得我应该叫什么呢 用你的聪明才智 你什么星座 水瓶 水 你属什么 我属蛇 那你是水蛇 水蛇是吧 我叫水蛇妖 这个名字听起来蛮妖艳的 瞬间觉得和情愫两个字可以扣到一起 跟狐狸兄 不是狐狸兄弟去了 葫芦兄弟 水蛇 那今天我就改名叫水蛇 这也进口次名 你们俩是之前就认识 还是因为这部电影而相识的 因为这部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 那所以应该是刚开拍的时候 两个人还就是陌生人的状态 是吧 都彼此不认识 在拍之前我们就是有见过 见过几次 然后对一对 就怕当时太陌生 然后到时候演的尴尬 然后你说吧 但是你们俩都是属于慢热型的 第一次见面 就跟他比起来 我应该算主动的 你比他还稍微慢热 再带一点火热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两个都是慢热 但是可能我跟他在一起的话 我变得会热的快一点 对 他更慢 他更慢 对 你们俩有记得在第一次见面 聊这个剧本的时候 或者碰面聊这个电影的时候 大概用多长时间 两人才开始 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流 正常的对话吗 一天吧 用一天有点干 对 要用一天呢 那你们第一天 用什么方法来缓解你们的感觉 就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 第一天好像没怎么说话是吧 对 就是没有聊我们自己的事情 对 就只是说工作上的事 闲聊可能两天之后才开始吧 说自己的事 就真正变成朋友的那种聊天 私底下那种感觉 那果然两个慢热的人凑起来 真的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去熟悉 是真的 但是后来就是熟到不行 那两位在拍电影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觉得你们觉得很尴尬的场景 因为里面我觉得都挺尴尬的 有最尴尬的一场戏是哪一场 其实我对我来讲最尴尬的还是吻戏 对 因为其实其他的都还好 尴尬吗 我不看你挺享受的吗 那是咱们拍第二个吻戏的时候挺享受的 第一个我还是有点尴尬的 其实我说实话 因为那天拍戏的时候编剧在旁边 他在监视器里面看我 他说我清完了之后就浑身在抖 然后就很眼神也不知道看到就很尴尬 他说他在抖 你怎么那么开心呢 他在抖 不是因为是我觉得应该是紧张是吗 对有一点紧张 然后也不知道 是因为你终于得到我了 所以你紧张 还是什么 你心理建设多久 我觉得你也是想太多 你有过心理建设要很久吗 我没有 我因为我就是一直毕业了就拍戏 所以我是觉得这还好 就还好 对我并且我心里面已经做好了 我说就很肯定很没问题 很正常 但是真正那一刻来的时候还是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就像我们经常拍一些 比如说谁生病了或谁去世了的戏 那我们就想那这肯定没问题 但是如果真的身边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 或者发生了的话 你觉得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表演里把这个叫做记忆 记忆法 就顺便发生的事情记住了之后 在气里面会用到 那这场戏我还真的是没用到 原来是这个样子 我刚才一听到这个孟人说 所以表演里我们把它称为 我瞬间就飞出去了 天哪 所以他平常也是这种 就是老师这种类型的 会偶尔上身吗 反正 不会吧 会啊 我哪有 我教训你了吗 教训啊 他每天都打我 哎呦 他又在这 那是剧情需要还是生活上 他生活上 剧里面都打我 都虐我 那就也是为了更好的来演出嘛 就内容当中 能够更好的融入到角色里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本来在戏里要打我 所以才在生活上经常打我 才能融入到戏里 才自然 他得锻炼一下 不用心理建设嘛 刚才说表演上叫什么来着 记忆法 记忆法 对吧 人家是专业的 好 那第二部由你出演吧 你被他打打 那可不行 可以被他打 你知道吗 因为第二部真的粉丝们对你们的期待啊 我现在先提出来吧 因为我怕大家听太久 就可能在忙其他的事情 第二部现在有安排吗 你说播出时间吗 是已经拍完了吗 对 我们已经拍了 已经拍完了 我们一起拍的 这样的话情绪连贯了 是不是又听不进去呢 情绪连贯这四个字 暂时还能忍 有确定上线时间吗 现在还没确定 会不会要等一年 那不会 我过不了 过不了秋天 我们是想这样的 要吊着大家的胃口 所以我们想 什么时候点击啊 破有千万啊 然后再播 因为说到这个点击量 他好像第一天 你在微博上面 当时跟粉丝说的是 破多少 你擦玻璃来着 你这都知道了 那是 我说的是 因为那个我们两个新歌 一起发的 然后还有戏一起上的 我就说 我也别为难大家 就是那个歌的话百万 然后戏的话千万 任意一样达标就可以 那时候 然后我们两个点击都过百万了 然后我就擦玻璃了 你当时给自己定 这么低的标准 你真的是 所以只有你一个人 发了这个是吧 他有他的特长 我有我的特长 他也发了一个 他的特长就是漏肉 对啊 那你的呢 我的就没有 就发点脸部的照片就可以了 没有 他的特长是画画 很厉害 所以是 你少来了 你别在这 假猩猩 你怎么画的这么假 画的特别好 而且你看他微博 最新发的那个 他不光是画的好 而且他是段子手 然后每张图 还有故事 还有段子 然后还能让你联想 所以我觉得他适合买 就是出一本那种插画书 带段子和 然后配上 旁边配上文字 对 然后文字图都是他来做的 所以什么时候 出了那本书之后 再来你这打榜 对 那你离多远 你看一回生二回 你上次小白来的时候 就很磨双 现在来就多熟了 他是假熟 他下次就去 他下次就去你家里了 可以啊 擦玻璃是吧 他特别喜欢去别人家里 刚才说的是什么 第二回就可以去 去做小事工了 是吧 对 这个服务我记住了 刚才这个也是 孟瑞分享了自己 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尴尬 你有尴尬吗 小白同学 其实我接这个戏的时候 就有点尴尬 因为我平时饰演的角色 都是演自己 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的 就是我觉得 我别全是角色了 先把就是跟自己像的人 先演明白就好了 然后后来 像你自己这样性格的角色 也不多 不多吗 这种性格 这么招人喜欢 多吗 招人喜欢 招人喜欢 那三个字 后槽牙咬的 原来是紧 这个在表演上面叫什么 这个叫心口不一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他本来性格跟我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就想说 是也是 但是我插一句 他这个角色演的真的很好 我妈妈昨天刚看了这部戏 然后她跟我讲 她说这部戏是 她看到我演的戏里面 她认为可以排到 第一名第二名的 就是表演方式 她是觉得我演的挺好 她说那个男孩 傻乎乎的演的也挺好的 你妈是不是喜欢我 那个男孩傻乎乎的 我妈是她的妈妈粉 觉得她很可爱 傻乎 她说她演的真的很好 对 因为我真的是看到 你在里面的表演很惊讶 为什么 真的很惊讶 就和我感觉 和我觉得平常的 你完全就是两种感觉 对 所以她的别的戏 你还没看的吧 别的戏也是别看了 是没必要看 真的吗 好像这个演的最好吧 对 是不是 因为她其他的戏 她都有跟我看过 不能说不好 就是中规中矩 就是正常的电视剧的拍摄方法 但这个戏 她眼神里的东西不一样 会用心的 所以我教的还不错吧 对 现在是表演戏老师 在指导自己最终的毕业作品 对 她每次 我说 因为我觉得她是专业的 我可以向她学习 学习 然后我就很谦虚的去跟她讨教 很谦虚这个代言 我说 那个 孟老师 可以教我 那个演戏吗 表演上的东西 然后她就跟我讲起来了 她说 你要想象 你是一颗种子 在土壤里慢慢的发芽 天呐 这个在表远雪上我们教 在记忆吧 说了一个多少时 我也是听不进去的 这个叫做信念感 这个叫信念感 对 因为她其实演戏吧 她之前有很多地方不自信 就觉得这个地方 她不相信她 我做不出来这事 我王伯文做不出来 但是其实你现在是书念 对不对 所以我们表演的第一堂课就是这样的 有点听不进去 要相信自己 没有 这个其实是对的 就是要相信自己 但是她后面说的是没错了 但是她前面说的什么 孟老师 请教 什么谦卑 这些词 都是她梦里面 根本就没有这些词 也是意念当中 教过孟老师 所以她这个人 活在意念当中 你知道我惊讶在你的哪个表演吗 因为我是 我看你的细节 其实我很惊艳 就是眼神 做饭那一段 就是那个小眼神 往右边一瞟的时候 那个心理的过程 还有就是在 那个 她说要回房 等你的时候 然后你的那个小眼神 也是拍不了860回了 你怎么这个样子呢 要不要选择那样 因为那个厨房的那个 是我们试戏的片段 对 我们第一次见 就是试的那个片段 因为那个片段 其实说实话 那个片段蛮童话的 就不太像现实生活中发生的 是现实吗 你现实这样吗 你现实又有咬耳的 不这样吗 我觉得会有啊 你现实当中 看来我们两个都是二戏 说说 天呐 反正就是 我是从她 多少个小念挑中的我 22个 22个小念挑中的我 什么意思 就是她跟22个人 演了这段戏 听她放屁 没有 然后选的我 就是可能是 咬的最好的一个吧 最好咬的一个 是有22个备选人 但是呢 我只跟了其中两个 他们觉得 差不多可以进入备选的 就是你知道 有其他的小念 当然 曾经的小念 就比他长得好的 比他什么 有比我长得好的 我怎么不知道 现在里你最好了 好吗 乖啊 因为没有了 确实是这个 真的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无论从这个 整个拍摄 包括因为这是一个 大IP改变的 对 大家演大IP的时候 你们俩会有压力吗 就这么有名的两个角色 会有 真的是 特别是她吧 我觉得 我觉得怎么演怎么错 因为就是 就像她说的 就是说小说里的人物 真的是 就每个人心里想的 都不一样 就一千个人 有一千个自己的想法 真的是这样 特别是她的那个角色 就是小念 真的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因为这个角色 很多树米都非常喜欢 觉得她就很柔软 就很想要去保护她 就觉得她对待爱情 为什么这么懦弱 对 就是很多人都喜欢 站在懦弱的一方 所以就特别期待 但是播出来之后 效果我觉得很好 因为他们都很很肯定她 这个角色 其实我第一天爆出来 我演这个的时候 我特别紧张 因为整个 不可抗力团队 还有我们公司 整个就是都觉得 已经想好了 被骂以后怎么解释 为什么呀 因为就觉得 每个人心中小念 都不一样 而且我毕竟不是那种 纯那种 就是那种又瘦 又那种 她那个角色是那种 又瘦 然后又比较文静 要戴眼镜 感觉好像那种斯文的那种 然后毕竟我还是 因为是运动员 可能说有一点 但是我头发 如果是飞上去的话 其实还是挺 就没有那么柔弱 然后他们就已经想好了 如果说他们要骂我 怎么说 然后也是没用上的 对呀 还好 我觉得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因为我觉得 整个的感觉 和整个搭下来的这种气氛 都是很合的 很match的 因为我们两个合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两个不合 天天吵架 肯定演不好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想演一部戏 必须就是你要进入 那个角色当中 然后我生 我其实拍戏的过程当中 我平时说话 都是按小念的走的 我跟他生活上都是 就是按小念走的 我第一次拍戏是这样 这样 你们俩不如就现在 回到电影当中的 那个角色的状态 然后大概聊一两句 或者直接用 戏里面的那个 对白的台词 然后聊两句 对 看看到底是小念 是什么 什么样一个感觉 来吧 然后老师也评价一下 你别这样 你可以问个问题 我们按我们的角色来回答 好吧 可以 我们经常听说这个 因为之前的这个小说 好像听说有两个结局 一喜一飞 那现在这个电影的结局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呢 因为还有很多朋友 毕竟没有看过嘛 少爷不说话 我不敢说 关你屁事 那我先去做饭了 你回答吧 没有宝贝 我刚才说 关你屁事是跟他说的 你过来 你是在跟蒋小姐 天哪 别老把蒋小姐给我扯进来 他刚才问的什么问题 我们没有回答问题 那个问题就不回答他 他说有两个版本 说我们是怎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 给观众留个悬念 留个悬念 大家一定要去买 正版活源去看 要花钱去看 所以我觉得 这部电影最终拍出来以后 有得到当时的作者的 这种肯定吗 作家都老喜欢死他了 天天你看作家的微博 天天就说你个扎工 你个剑工 你个死孩子 然后都说把我小念还给我 我的小念好柔软 我觉得现在粉丝在微博上面 也是这么说的 说什么 就都很喜欢你 然后也用刚才那两个词来形容 对 是是是 因为布尔雷 是这样的 因为他说他播完之后 他私信都是骂他的 我觉得骂他就对了 因为骂他扎 那就证明他演的好 演的好 对不对 如果说你演的不好 你一个本来你的人设是扎的 然后你演成 我觉得你也很帅 或者说一些别的 那我觉得你也是白眼了 所以他说你扎 其实是认可你的演技好吗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现在这两个词 如果被形容到这个角色上面来 真的是一大成功的肯定 对 就大家真的就印象当中 你们俩就是这两个角色的定位了 天色又暗了 双人庄又暗了 双人庄右边还是空的 一直都空着 想等不到你 来了 该说晚安了 关了灯看不到你的 颜色的颜色 原来你走了 原来只剩我一个 你说过的 做过的 爱过的 哭过的 都属于我的 让我怎能不痛哪 多想借月色 勇敢片刻 问去你所有委屈 想要保护你 要你永远都不放弃 爱深不由己 不可堪力 不为流言说分离 如果你也能愿意 你还在听吗 那些回忆不停陪我说着 我怕我忘了 你曾给我的快乐 就让我痛着 让我继续没有你的灰色 你要能舍得 还有什么可值得 我承默的 坚持的 坚持的 紧握的 想要的 全都是真的 是我爱你的选择 是我爱你的选择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重新爱你 不可抗力 牵你的手 走下去 梦醒了 你在 哪里 梦醒了 你在 哪里 说到这部电影 刚刚其实在片花里面有两首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听 这个是这部电影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和一个插曲 也是分别由两位来演唱的 我们先聊聊这个主题曲 这个梦瑞演唱的《不可抗力》 你觉得怎么样 不可抗力 这个 其实我唱的时候 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歌手出身 我唱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带一点电影里的情绪和我理解歌词的感觉 我只能是做到这样 唱的可好了 真的 对 你后来有拿给 比如说你的粉丝给你反馈吗 他们当然都是 我干什么都说好了 因为他们很拥护我 但是我自己觉得肯定是有上升空间的 但是这首歌 这是我过了三年之后又录的一次 对 因为之前是有发过单曲 对 那个也是一个电影 电影的主题曲 也是演了嘛 然后就唱了 这个这次也是演了就唱了 所以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呢 这首歌曲就是一个表达我情感的另一种诠释方法 就是这样 其实唱歌的话 我完全可以教你 就像演戏一样 我可以教你 让你想象自己是一个种子 在录音方面 我之前你知道吗 我很认真的问过他 我说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唱歌 他说你学不会 不是 我觉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态度 我说了 我说你自信一点 因为他唱歌就跟我演戏一样 没自信 谁跟你讲我没自信的 你当时录音的时候有点紧张 有点没自信 你当时静鹏紧张吗 那很紧张 不是 因为他那个歌吧 之前那个调不太舒服 他唱着吧 就是高音唱不上去 然后假音又有点低 就有点变 所以我后来我跟他建议说 降一个调 或者升一个调 反正就是要 必须唱着自己舒服 才能唱好嘛 所以我说你先把这个调先弄明白 然后词和那个词 他肯定理解的没问题嘛 所以我就说你放松 其实后面都是可以修的了 这句话 瞬间几滴汗珠就录下来了 因为他说他唱歌就是这样嘛 但是他唱的真的很好 就是我觉得是在我认识的演员当中 算唱的很好的了 所以这首歌曲你大概录制了几遍 前前后后 其实我就用了四个小时吧 四个小时就OK了 可能他觉得我没救了吧 真的我告诉你 我认识一个某演员 录了一周七天的时间 一天录一剧 对会有 所以我说演员的话 四个小时真的很快 而且还要 比如说前面要磨合先试两遍 对吧 所以他录歌的时候 你有去肩棚吗 我在工作那天 要不然我肯定去 他录歌的时候我有去 你有去 其实他有很多活动我都有去 我是因为有工作 因为我不是那个 之前正好要发歌宣传 都工作人家特忙嘛 有工作 不是 没关系我们都没工作嘛 对对对 我们都好闲 今天坐下来聊一聊天嘛 刚刚说的是这个主题曲 梦容演唱的不可抗力 另外呢 来聊聊这个小白的歌曲 特别好听 你闭嘴了 现在可以 小白这首歌其实意义挺多的 第一首歌曲 不是第一首 是这个电影的插曲 对 梦 对吧 而且还是我作词作曲 第一次原创 你那个梦 为什么不写我的这个梦 梦啊 真的啊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编剧不让 好了 清官难断家务事 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梦的故事 其实就是 插曲 也是你自己来创作的 对 我当时是 就是用了一晚上的时间 就把词写了 其实当时就是 当时那天我们在唱歌 在KTV 我们几个一起唱歌 就是 确定演员了之后的庆功 确定演员都要庆一下功啊 当然 好大气的剧组 对啊 我们真的是很有爱的一个团体 然后我就每天大家都在一起 像那个像家一样 就特别开心 然后我就说 能不能 本来就是说这个歌 其实本来是不可抗力 让我们两个合唱的 就是说 因为说有一首主题曲就够了 然后后来我就说 我有一首歌写了一个词和曲 就我 我曲有的 就是特别适合这个 这个这个戏 然后词我可以根据这个改一个 然后我就说 我现在就改 改好了之后 我就给到他们 其实不需要这个歌了 然后我就说 要不然你就 看看怎么样 然后他就觉得 我是站在了这个 不可抗力小念的角色 写给他的 所以他们觉得就是 特别好 特别适合我唱给他 然后就把不可抗力的词也改了 改成了他唱给我的 是不是这意思 没有是吗 然后 然后就是我们 我们两个就割出了一首歌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之后 就起码从现在来看 两位对于彼此的了解 和通过这部电影来培养出来的感情 都是很深厚的 而且我觉得 大家可能真的既定当中 就是如果以后两位再拍电影的话 如果还有这方面的这个男主角 都可以来互相搭档 可能很难拆开了 给粉丝们留下的影响是这样的 我们下一次 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合作吗 我们有这个打算 其实也有粉丝在问 在这个微博上面问 你们说如果还有同类型的影视作品 你们要不要接 其实我有回答过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是觉得 反正现目前为止 就是如果是跟他演的话 会考虑 其他的人就算了 因为这种题材我可能 除非因为我是有一个文艺片梦的 除非有一天真的 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导演 那他正好恰巧要拍一个 类似于像蓝宇这样的片子 那种跟我们这种CP形式的肯定不一样 那是软实剧情的 那种的话我可能会考虑 如果是像这种年轻人谈恋爱的 或者根据什么小说改编的 我肯定是不会考虑 想拓宽更多的戏录 对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就有一个就够了 并且他也很好 为什么要拆开 我觉得对于小白来讲的话 只要是有戏 然后自己觉得本子还OK的话 都可以接 什么意思 弄得我好像没戏牌一样 因为你主要是歌手 对不对 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 如果说同题材的话 我不会 因为他之前考验过一次 问过我 他特别问过我 他说 我听说了 大家都对你这个角色比较满意 然后有人说 第二部就是要把我换了 然后跟你演 你还愿意吗 根本都没有这事 你知道他就想问问 看我怎么回答 然后我说 那算了 我也不演了 然后他就说 嗯 这还行 这还比较满意 要不然 然后满意的走了 是吧 对 他真的很认真 而且他串通了很多人 跟我讲这件事情 就是很真 讲的很真 就是说要把它换掉 你还演不演 串通了编剧 对 也是够了 好吧 我觉得到最后 我觉得两位 因为通过这部电影也好 通过两位之前 各自的作品也好 积累了很多的粉丝 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 等一下 就我跟他其实都很认真 看所有粉丝的私信和评论 嗯 他也说过 就是说现在还没到那种 看不过来的地步 就可能 你你现在每天多少缝 我好几千是吧 对 对吧 但我们都会很认真的去看 所以我们特别感动 哎呀 你快点说吧 我也不会说 没有 因为我知道就是 其实我们两个啊 就是自从拍了这部戏之后呢 就是特别是他嘛 因为小白之前是 他是选秀嘛 对不对 那他出来之后会累积了一些粉丝 但是其实我一直有提他担心的一点 就是我怕他接了这样的片子之后 他的粉丝会流失 真的 这是实话 为什么 因为可能有一些粉丝就是喜欢 就只喜欢他 既定 对对对 他可能不喜欢两个人这样 嗯 然后因为这样的角色会有这种 这种局限性 结果大家现在也很喜欢你啊 嗯 对 他有没有说很骄傲 你看因为喜欢我 大家也很喜欢你啊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 我特别是说 因为我的粉丝嘛 就是刚刚 现在开始越来越多 他们 就是 我就希望他们照顾好自己就好了 就针对于我这块 我真的觉得还好 嗯 那他的粉丝呢 我 我其实第一次跟他的粉丝讲就是 希望别给他太大压力 这样的 因为他 他 大家知道他嘴巴又不会讲话 脑子也反应不过来 就是你可能给他一些小的话 小的舆论之类的 他就会 哎呀 睡不着 就要想东想西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来讲 这个是 还没把工作干好 你就别想其他的 就好好的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嗯 那粉丝他们自然会去维护你 去照顾你 这样 嗯 我刚刚那一段 我怎么听得这么感人呢 嗯 尤其是孟蓉在说 我在跟他的粉丝说的时候 就你不要给他太多 也太大压力 因为我是第一次跟他粉丝 这样 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嘛 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 嗯 因为我的粉丝嘛 就 就他们 可能也是因为这部戏 吸来了很多大量的粉丝 之前呢 我是拍戏的嘛 拍戏的话 就粉丝有一些观众影迷之类的 但是没有这么庞大 嗯 所以就还好 嗯 他们也比较知道我的点 嗯 我觉得彼此的粉丝都会这样 就是爱自己的偶像 同时也爱和偶像搭戏的朋友 以及认识更多的朋友 对 所以大家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 嗯 所以今天都帮大家问到了 啊 大家也不要着急 刚刚得到的最官方的消息 这个二已经拍完了 嗯 然后上线时间呢 不会让大家等的太久 嗯 大家如果现在没有看过这个 这个一的赶紧去抓紧时间看 不可抗力一啊 对 这个戏大家不看的话 会很后悔 会失望的 不 会失落的 这是什么逻辑 会有遗憾 对 这个戏一定要看 嗯 就是无论你是因为喜欢演员 还是因为喜欢这部大的IP 还是因为就是闲来无事 也想找一部这个呃 打发时间的 我觉得都OK 对吧 只需要打开这个视频网站上去看一看 对 最主要是看正版 对 正正版了 正版了 当然了 不是正版的也看不了 那如果想了解这个小白的专辑呢 也已经问到了 马上也会出来 然后陆陆续续的都会有好多的新歌 来推荐给大家 那孟锐呢 也依旧在影视剧当中来陪伴大家 然后新歌呢 依旧等待着小白来给他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 呃水落 不叫水落石出 什么时候能够最终名花有主 这首歌能够落到孟锐的身上 我们期待一下 好 如果真的有这首歌曲 记得来我们这边宣传 没问题 嗯 好的 那最后呢 也向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吧 嗯 呃 反正不可康利对于我来说 意义非常不一样 然后我们无论是从演员到节目组 都是用尽了很多心血 去拍的这样一个作品 那么我希望你们能够 呃 不能说对他有多期待吧 但是你们看完之后 绝对不会让你们后悔 也希望你们能够分享更多的朋友 给他们看 嗯 哎 我插一句会有三四吗 哦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但是好像还有一个 哼哼哼 还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啊 还有一个 不要再说了 先把二部上了再说吧 除了二 还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 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 一份小礼物吧 就算 嗯 应该是风货的大礼啊 风货的大礼啊 越说越期待 对 大家反正一步一步来 不要着急 好饭要慢慢吃嘛 感谢各位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蜻蜓明星直播间 我是嘉宜 那今天做客直播间呢 分别是王博文和孟锐 他们两个人合作 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电影不可抗力 那现在正在各大视频网站上面能够看到的是第一步 第二步也会紧随而来 也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生活吧 其实生活当中不可抗力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只要自己努力 追求幸福也好 追求自己的希望和梦想都会成功的 好 也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 我们下期再会啦 各位拜拜 拜拜 我没有什么 站在你身后 爱有许多种 他们不是我 何必飞行解说 我不甘难过只能沉默 我也懂你不过要挣脱 看你一笑一动 我幸运就得重 装聋错样 为你一个 笑过哭过 今天都沉默 我一个人说 我爱你是真的 我不难过 背对伤口 我独自难承受 我说你只是梦 醒来沉重 说你只能在记忆中 请让我继续做梦 我没有什么 站在你身后 爱有许多种 他们不是我 何必飞行解说 我不甘难过只能沉默 我也懂你不过要挣脱 看你一笑一动 我幸运就得重 装容作为你一笑一笑 为你一个 笑过哭过 几天都沉默 我一个人说 我爱你是真的 我不难过 我不难过 背对伤口 我独自难承受 我说你只是梦 醒来沉重 说你只能在记忆中 请让我继续做梦 我爱你一笑一笑一笑 笑过 笑过 哭过 都变成 折磨 我一个人说 你爱我是真的 我不难过 背对伤口 我独自难承受 我说你只是梦 无尽而终 说你只能在记忆中 请让我继续做梦 在梦里继续做梦